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总书记强调 要深入实施区域重大战略和区域协调发展战略 促进优势互补 各展其长 系列报道 锚定现代化 改革再深化 今天播出 深化改革激发活力 穿于双向赋能高质量发展 国务院中央军委公布实施新修订的军人抚恤优待条例 系列报道 权威访谈 今天专访国务院研究室主任黄守红 系列报道 高质量发展调研型 今天播出 福建三民不断推进集体临权制度改革 两山转化道路越走越宽 今年以来 全国快递业务量突破1000亿件 伊朗总统称 有权对侵略行为进行回应 以色列方面称 做好最高级别攻防准备 俄罗斯总统普京称 将乌方赶出俄领土并有效防守边境地区是当前首要任务 乌克兰方面称 继续进攻俄罗斯库尔斯克地区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要深入实施区域重大战略和区域协调发展战略 促进优势互补 各展其长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对完善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机制做出系统部署 提出推动成余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走深走实 迈上新征程 重庆 四川牢牢抓住发展机遇 积极推进成余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 更好发挥全国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增长级和新的动力源作用 川渝高竹新区地处四川重庆交界 由四川广安市和重庆渝北区部分行政区域组成 是全国首个跨省域共建的新区 在前不久建成投用的新区政务服务大厅十多个服务专区里 川渝两地合属办公将百余项业务合并办理 为新区企业和百姓提供了近一扇门 办两地式的便捷体验 截至目前川渝高竹新区累计入住企业数量 比刚成立时翻了一番 初步建立起汽车装备产业集群 成为推动成余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 走深走实的生动写照 改革不断深入 发展活力更足 党的十八大以来 习近平总书记新系川渝 对两地协同发展多次做出重要指示 总书记强调 建设成余地区双城经济圈 是党中央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 重庆四川两地要紧密合作 不断提升发展能级 共同唱好新时代西部双城计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 推动成余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 走深走实 为进一步推动两地协同发展指明方向 成余地区双城经济圈 地处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交汇处 成东起西连接南北 当前两地广大干部群众 认真学习贯彻落实党的 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 高质量建设成余地区双城经济圈 一体化赋能科技创新 川渝两地进一步加速极具战略科技力量 目前两地共享大型仪器设备 1.3万余台套布局建设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 11个开展219项原创性颠覆性技术宏观项目 川渝技术合同登记成交额突破2800亿元 今年两地还将在创新平台建设 技术协同公关创新成果共享等方面持续发力 一体化筑牢产业根基 今年上半年 川渝两地实施300个共建重大项目 完成投资超2400多亿元 眼下两地正围绕 共建全国重要的先进制造业基地这一目标 加快构建现代产业体系 联手打造汽车电子信息装备制造 特色消费品等四个万亿级产业集群 今年以来川渝两地汽车产业发展规模持续扩大 川渝地区已建成我国第三大汽车产业集群 拥有45家整车企业和1600多家配套商 全域自主配套率超过80% 汽车产量占全国11% 我们积极响应 成渝地区双层经济圈建设战略部署 抢抓两地汽车产业系统发展新机遇 春风发挥绵阳科技人才 电子信息 高度装备的发明的图特优势 助力川渝新能源与智能网络汽车 高水平业发制造基地加速形成 一体化打造美好生活 川渝两地推出311项川渝通办事项 涵盖了就业 社保 就医 公积金等群众身边事 川渝跨省市一站市户口迁移半里实现 缩短至最快10分钟 川渝70%以上的二级及以上公立医疗机构 实现电子健康卡互通互认 开通跨省异地结算定点医疗机构2.85万家 一体化推进基础配套 当前川渝间已建成铁路通道6条 已联合开工建设城域中线 西域 城达万等高铁通道4条 两地间建成即再建高速公路党21条 前不久 八南高铁正式开通运营 让八中到成都重庆的时间都缩短至两个多小时 按照规划 到2027年 成余地区双城经济圈4个1小时交通圈将基本建成 共同畅好新时代西部双城计 重庆四川两地将相互赋能相向发展 加快建设具有全国影响力的重要经济中心 科技创新中心 改革开放新高地 高品质生活宜居地 深入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 围着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部署的改革任务 暂时推进区域一体化 向更深层次 更宽领域 深化拓展 加快打仗具以穿越辨识度和全国影响力的 标志性改革成果 为全国改革大局 做出新的穿越贡献 本台消息 国务院中央军委日前公布 新修订的军人抚恤优待条例 自2024年10月1号起实行 新修订的条例共6章64条 修订的主要内容是 一是坚持党的领导 明确军人抚恤优待工作 贯彻待遇与贡献匹配 精神与物质并重 关爱与服务结合的原则 二是健全体制机制 适应国防和军队建设新形式新要求 完善平定劣势 发放残疾抚恤金等工作的军地衔接机制 三是增加抚恤优待措施 加大服务保障力度 规定抚恤优待对象享受社会保障 基本公共服务和相应的抚恤优待待遇 加大对特殊困难抚恤优待对象的 关爱帮扶力度 四是优化抚恤优待程序 提高服务能力和水平 明确一次性抚恤金的发放程序 保障抚恤优待对象合法权益 细化残疾等级评定的程序 增加补办评定残疾等级的情形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 提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 继续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如何把握这一种目标 今天的权威访谈 来看记者对国务院研究室主任黄守红的专访 黄守红表示 党的十八大以来 全面深化改革取得了极不平凡的成就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的 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 与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总目标相比 在前面增加了继续二字 这表明了我们党在改革上 一意贯之的目标追求 一脉相承的实践要求 和道不变治不改的坚定决心 黄守红表示 当前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 剩下的都是南肯的硬骨头 还有大量全新课题 需要在探索中解决 同时 我们面临的国内外形势更为复杂 涉及的利益格局调整 和制度体系变革更为深刻 所以 推进改革的难度之大 要求之高 前所未有 我们讲我们实现改革总目标 有信心 有底气 就在于我们有诸多显著的政治和制度优势 有长期积累的丰富改革经验 和雄厚的物质基础 得到广大人民的拥护和支持 习近平总书记的领航掌舵 英明领导 是我们实现改革总目标的 最大信心 最大底气 最可靠的主心股 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中 明确了到2035年的阶段性改革目标 七个聚焦的分领域改革目标 明确了到2029年完成决定提出的改革任务要求 黄守红表示 这就形成了在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统领之下 有总有分 总分结合 系统完备的目标体系 和推进改革的时间表 路线图 任务书 我们要以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为统领 不断增强改革的系统性 整体性 协同性 推动改革不断取得新的成效 要更好把握深化改革的战略重点 优先顺序 主攻方向 工作机制和推进方式 更好制定和统筹 实施各领域 各方向改革举措 精准发力 协同发力 持续发力 形成合力 增强改革的整体效能 福建三明是我国南方重点集体邻区 如何让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 三明给出的答案是改革 作为全国林业改革发展综合试点城市 三明不断推进集体邻权制度改革 探索形成一批创新经验 两山转化道路越走越宽 在三明市江乐县长口村的生态文明展馆里 一张林业探票规规整整地陈列在展台上 这张编号为0000001的中国第一张林业探票 诞生于2021年 由三明市林业局制发给长口村民委员会 林业探票是将林木的固探量换算为减排量后 以票的形式发给林木所有权人 让林木的固探功能可以作为资产进行交易 举行大型活动期间 乘坐各种交通工具各种耗能都会造成碳排放 所以我们就购买林业探票 抵消期间的一个碳排放 达到碳综合的目的 这张探票卖了14万元 每个村民都得到了分红 截至目前 三明市共开发林业探票项目49个 碳减排量112万吨 生态产品实现交易变现 优良的生态换来了真金白银 不砍树也能致富 老百姓造林护林的尽头也更足了 我们守护了这么多年的生态 空气开始卖钱 大家应该有个同感 更加守护好我们的生态 把这碗生态放 让它又吃又香 在福建沙县农村产权交易中心 林泉 林业探票等各类交易品种 正在线上竞价 今年初沙县区富口镇河山村 1035亩毛竹山厂的20年经营权 在农交中心挂牌 60万元是起竞价 经过9个意向方多轮激烈竞价 以103万元价格成交 溢价率高达71.67% 99%以上都是通过线上竞价 这个资产在市场上能值多少钱 由市场去决定 由投资人去决定 跟我们传统的在村里面的这种 有很大差异 无论是买方还是卖方 只有把这个池子做大了 增值溢价才会明显 两山转化的通道不断拓宽 吸引越来越多的人参与进来 溢价交易让青山身价倍增 以让村民获得更多实惠 截至2024年8月8号 福建沙县农村产权交易中心 累计挂牌3933宗标的 成交3091宗 成交金额21.10亿元 标的综合溢价率达15.77% 实现溢价增收和节约资金 累计2.06亿元 生态美和百姓富 是三名灵改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随着集体灵权制度改革的持续深化 三名生态环境质量不断提升 以青山茂林换得富民增收 三名市走出了一条生态效益 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多盈的绿色发展之路 成为新时代绿水青山 就是金山银山的生动实践 今年以来 我国全力推动乡村产业全链条升级 乡村产业振兴呈现良好势头 今年农业农村部启动实施了农产品加工业发展行动 一至六月 规模以上农产品加工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8.7万亿元 同比增长1.1% 通过实施农业产业融合发展项目 搭建产业融合发展平台 累计培育全产业链产值超100亿元的产业集群139个 产值超10亿元的农业产业强振350多个 累计培育全国县级以上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9万多家 其中国家重点龙头企业2285家 构建了国家省市县四级联动的龙头企业队伍 此外乡村休闲旅游业平稳发展 一季度开局良好 二季度持续改善 截至目前已累计建设180个全国休闲农业重点线 和1953个中国美丽休闲乡村 乡村特色产业加快升级 产业链不断延伸 产业领域不断拓宽 总体展现出较强的发展韧性 下一步作优特色产业树品牌 挖掘功能价值兴业态 带动农民增收致富 今年以来 我国可再生能源发展 保持强劲增长 总装机已超过16亿千瓦 不断实现新突破 为我国发展提供强劲绿色动能 在渤海海域 百万千瓦装机的海上光伏项目 日前开工建设 十几条施工船 正在近两万亩的海面上 铺设200多万块光伏板 建成后将实现板上发电 板下养殖 预计年发电量将达到17.8亿度 余业养殖年收益2700多万元 在西藏纳曲平均海拔 5000多米的青藏高原上 集错百兆瓦风电储能 一体化项目开工建设 18台风机建成投产 每年可以发电约2.37亿度 为西藏北部地区提供更加可靠的清洁电能 今年上半年 全国重点调查企业电源投资中 可再生能源发电投资占比超过七成 截至今年6月底 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 在全国总发电装机比重达到53.8% 比上年同期提高4.7个百分点 电源结构持续优化 可再生能源规模不断扩大的同时 新技术新模式不断涌现 我国新型电力系统的建设步伐明显加快 在内蒙古全国规模最大的 风光处一体化示范项目日前并网发电 依托一体化智慧调控技术手段 可以有效弥补新能源波动大 间歇墙等问题 在广东云南等南方五省区 南方电网开发的人工智能负荷预测系统 通过30多种人工智能算法 自动计算出省市未来10天的电力负荷情况 为电力调度提供精准预测 人工智能AI它的工作效率 是传统基于人工经验的 负荷预测的10倍以上 那我们可以更早更主动安排 包括新能源抽水蓄能在内的各类调节资源 今年上半年全国新增发电量中 有超过八成来自可再生能源 目前我国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占比 已从2023年底的32%提升到35.1% 国家能源局表示 下一步我国将继续坚持 集中式分布式并举 陆上海上并重 实现多种可再生能源互补协同 加快实现能源电力绿色低碳转型 各地紧抓工期 加快各项重点工程施工建设进度 确保关键节点如期完工 助力高质量发展 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完善 在陕西延安 陕北革命老区的首条高铁 西安至延安高铁建设取得新进展 全长13.6公里的泰康隧道日前贯通 作为沿线高风险隧道 泰康隧道的贯通 为后续无闸轨道的施工奠定了基础 一批水利工程设施正加快推进 在广东 国家重大水利工程 环北步湾广东水资源配置工程加紧施工 目前全线17个标段加快推进 环北步湾广东水资源配置工程 总长超490公里 沿途串联12座水库 汇集1800多万人口 在云南大理 滇中饮水工程大理段控制性工程之一 板邓山1号制洞下游正洞绝境 已突破3000米 滇中饮水工程 输水线路全长约664公里 竣工后将有效缓解滇中缺水的困境 汇集沿线1100多万人 在浙江杭州 国内特大型城市深邃排涝项目 杭州城西南排工程加速推进 将开辟一条深约55米 总长约29公里的连接杭州城西到潜塘江的排红通道 我们这个项目相当于建设一条地下输水的高速公路 在发生洪涝灾害的时候将水排到潜塘江里 在飞汹期将优质的潜塘江水进净化处理后排入城西河网 清洁能源重大项目加紧建设 在青海海南州塔拉滩光伏发电园区 共和100兆瓦塔式光热项目正加快施工 项目投产后预计年均发电量2.3亿千瓦时 每年可节约标准煤约6.81万吨 减排二氧化碳约18.54万吨 在甘肃西电东宋华能隆东能源基地 二批新能源项目正式开工建设 项目按照风光铜厂方式进行 通过风光能源互补来提高运行的可靠性 并通过特高压线路将绿色能源送往山东 项目投产后年发清洁电量超68亿千瓦时 可满足约226万个家庭一年的用电量 记者今天从国家邮政局获悉 今年以来我国快递业务量已突破1000亿件 比2023年达到1000亿件提前了71天 月均业务量创历史新高 在贵州龙里县高宝村 村民郭芳收到了从广东佛山发货的家具 与此同时快递企业预约的师傅也同步上门安装 郭芳动动手指就能享受快递服务的背后 是我国不断完善的综合立体交通网 和县乡村三级物流体系 截至目前我国综合立体交通网超600万公里 累计建成1200多个县级公共祭地服务中心 和超30万个村级祭地物流综合服务站 如今我国每天约4.4亿件快递包裹中 有超1亿件在农村地区流动 最新数据显示 今年以来我国快递业务量已突破1000亿件 月均超130亿件创历史新高 随着我国经济回升向好 消费需求保持活跃 快递业积极拓展进场服务等发展新领域 折射出我国经济发展的活力与韧性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公布的数据检示 7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395.72万亿元 同比增长8.2% 增速比上月高0.1个百分点 其中对实体经济发放的人民币贷款余额为 247.85万亿元 同比增长8.3% 金融部门持续发力 支持实体经济 中国人民银行13号新增12个省区市的 知农知晓再贷款额度1000亿元 支持受灾严重地区防汛抗洪救灾 挤灾后重建工作 加大对受灾地区的经营主体 特别是小微企业 个体工商库 以及农业养殖企业和农户的信贷支持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山东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 2024山东夏日已旧换新消费记 即国潮珍品馆烟台周 昨天在山东烟台启动 活动依托总台融合传播优势和媒体平台资源 助力山东创新消费场景 激发消费活力 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总台国潮珍品馆 烟台城市分馆同步节目 今天我国自主研发的海上综合勘探平台 华东院308号 在山东半岛海上风电厂完成首次勘测 这是我国首作 可在75米水深条件下作业的 海上自生式综合勘测试验平台 平台及智能钻探原位测试 土工试验及物碳调查与一体 填补了我国深远海风电勘测 重大装备国产化的空白 近日杨曲水电站三台机组转轮 全部吊装完成 杨曲水电站位于青海海南州 总装机容量120万千瓦 作为我国首条 正负800千伏轻域直流特高压 外送通道的重要支撑调风电源 建成后水电站平均年发电量达到 47.32亿千瓦时 每年可节约标美约166万吨 据伊朗媒体12号报道 伊朗总统派泽西齐扬当天表示 关于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 哈马斯领导人哈尼亚 在德黑兰遭暗杀一事 伊朗保留自卫和向以色列 做出回应的权利 以色列国防军12号晚发表声明称 以军已经做好最高级别的攻防准备 以军总参谋长哈莱维 当天批准了相关作战计划 美国白宫方面12号称 伊朗等方面可能最早在本周内 对以色列发动袭击 据巴勒斯坦通讯社今天报道 大批以色列人进入位于 耶路撒冷老城的阿克萨清真寺大院 引发巴勒斯坦民众不满 巴勒斯坦外交与侨民事务部 今天发表声明说 以方的挑衅行为是非法的 可能导致事态进一步升级 此前巴以围绕阿克萨清真寺 曾爆发多次激烈冲突 离异边境地区的冲突也在持续 以军12号袭击 黎巴勒斯坦南部多个目标 离方称袭击引发大火 造成三人受伤 黎巴勒斯坦主党武装称 该武装人员打击了 以军基地间谍设施等目标 鉴于中东地区局势持续紧张 法国航空公司 德国汉沙航空集团等军表示 将继续停飞前往 中东地区多个城市的航班 俄罗斯总统普京12号 就俄罗斯库尔斯克州局势 召开会议 他表示俄罗斯将坚决回应 乌方在边境地区的一系列挑衅 将乌方赶出俄领土 并有效防守边境地区 是当前首要任务 库尔斯克州代理州长 斯密尔诺夫在会议上说 乌军对该州的袭击 已经造成12人死亡 121人受伤 乌军目前控制了 该州28个居民点 当地大约2000名居民 情况不明 俄国防部12号称 在过去一昼夜 俄军在库尔斯克方向 击退乌军七轮进攻 挫败敌方机动小组突破 并深入俄领土的企图 乌克兰武装部队 总司令斯尔斯基12号表示 目前乌克兰武装部队 控制了俄罗斯 约1000平方公里的领土 乌军正继续对 库尔斯克地区 采取进攻行动 乌克兰方面还称 乌军在哈尔科夫 波克罗夫斯克等地区 与俄军继续交战 击退俄军多次进攻 国际原子能机构专家 12号进入 扎波罗热核电站冷却塔 评估此前一天 发生的火灾的影响 专家评估认为 核电站的核安全 没有受到影响 冷却塔区域核辐射水平 没有升高的迹象 联合国安理会12号召开 关于纠正非洲历史不公的 高级别会议 中国代表在发言时强调 要纠正非洲遭遇的历史不公 首先就要旗帜鲜明地 反对殖民主义遗毒 和各类霸权主义行径 西方国家应当真正承担起历史责任 停止外部干涉 施压制裁等错误做法 将非洲的未来 交回非洲人民手中 中方愿同非洲一道 传承有意 延续合作 共同构建高水平 中非命运共同体 受高温强风等因素影响 希腊多地灵火肆虐 今天 希腊首都雅典附近的大火仍在燃烧 火灾已造成一人死亡 六十多人受伤 大火还在多地烧毁房屋 车辆和农田 超过三十个地区的居民 被迫撤离 当地时间12号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 发生里市4.4级地震 震源深度约12公里 从洛杉矶向南 到圣迭哥等加州多地 有明显震感 在帕萨迪纳 地震导致市政厅大楼管道爆裂 约200名员工撤离 据美国媒体12号报道 此次地震所处居 属于当地最具破坏威胁的 断层系统之一 6月以来 该区域发生多次弱震或有感地震 日本气象厅今天表示 民众需继续对东部太平洋 南海海槽发生大地震 可能性增高 保持警惕 并呼吁从慈城县 至冲城县的707个行政区 为可能发生的大地震 做好准备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感谢收看 更多新闻资讯 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 更多移动视频 请下载央视频 观众朋友再见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